台湾的整个潜艇国造计划是于2017年 潜艇设计工作由台湾中山科学研究院负责 根据该计划 从2017年开始到2019年 台湾军方的国舰国造计划 总计较开工多达200多艘大小的舰艇 2019年度台湾海军的一般装备科目 编列预算为201.89亿元新台币 相较2018年度的99.52亿元 大增102.84亿元 增幅达到103.83% 台湾海军提出多项2019年度新增造舰计划 包括总经费316.38亿元的 微型导弹突击艇 总经费493.62亿元的 潜艇国造第二阶段原型舰筹舰 总经费245.49亿元 新一代导弹巡防舰 第二阶段原型舰筹舰 总经费36.58亿元 新型救援舰等四个造舰方案 加上其他已编列预算 而且正在执行中的造舰计划 台湾海军近年所提各型船舰的建造数 已达97艘 所需总经费达到1376.78亿元 均将依照国舰国造的政策 交由岛内船厂办理 近20年来 台湾海军交由岛内船厂建造的船舰数量有限 实际交付的舰船 由500吨级的光华三号 锦江级近岸巡防舰12艘 186吨级的光华6号 导弹快艇31艘 500吨级的驼江巡防舰一艘 17000吨级的磐石号油弹补给舰一艘 以及预计今年交船的 1万吨级玉山两栖船屋登陆舰一艘 对于台湾海军短期内密集提出的多项国舰国造计划 岛内船厂设备以及产业人才是否刊辞大任呢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台湾的那些造船企业 2015年 台湾有135家船厂加入造船同业工会 从业人数25000人 从业人员平均年龄45岁 1997年到2001年的平均产值 为340余亿新台币 2006到2015年的年均产值 为569亿元新台币 2016年 台湾船舶产值达到了632亿元新台币 以船舶吨位数统计 台湾排名世界第11位 占有吨位比率2.62% 以交船数量统计 台湾在2016年 排名世界第5 占有率0.7% 台湾制造的游艇 市占率排在世界第7位 谈到国舰国造 台湾国际造船公司 无疑是岛内造船能力最强的企业 尤其在建造军舰方面 台湾海军的游弹补给舰 人员运输舰 成功级导弹护卫舰 锦江级导弹巡逻舰 导弹快艇 港巡艇等 台湾迄今为止 一位台湾海军 承造过116艘各式的舰艇 台湾成立于1973年 是当时十大建设重要项目之一 大造船厂的演进 也是台湾目前最大 最具规模的造船厂 并主要负责施作 大部分的大型商船 潜舰 以及巡防舰等大型船只 且目前公司的经营方向分为以下三类 商船本业 离岸封店 以及国舰国造 在国际方面 台湾也连续六年入选 有造舰奥斯卡奖支撑的 英国皇家工程师学会 世界名船录杂志封面 足以见其国际地位和声望 台湾也是争取 国舰国造最积极的企业 早在2002年 就以潜龙计划 试制了潜艇停手鱼雷式舱段 和主机舱段的耐压壳 希望能够争取到 美国军售台湾的八艘柴电潜艇 其中六艘在台船组装 由于多年来 美国售台潜艇 形同胎死腹中 台船自2011年开始 推动国舰国造的准备工作 陆续进行先期可行性研究 设计和建造技术获取研究 建造能力评估研究 成立国舰国造推动小组 由美方团队完成 台船潜艇建造评估报告书 外国厂商支持潜艇国造的可行性方案研究等 台船拥有岛内最成熟的项目管理经验 有能力承接如此复杂的系统工程 美方团队对此曾给予肯定 台船指出 该公司已成立潜艇项目办公室 正培训潜艇研发项目的核心干部和技术人员 并扩充各个行业系统 和系统整合方面的人力 未来将比照过去的造建模式 设置潜艇项目管理室 负责协调监督建造和技术协力相关的事务 此外台船还向媒体公开过 潜艇专区建造厂房的规划方案 内含潜艇建造区和设备器材区 潜艇下水施工区两大区块 兼具建造便利性和对外保密性 专区占地总面积达4200平方米 建造潜艇所涉及的技术装备极为复杂 有很大比例必须依赖外国供应 特别是在武器作战系统 探测 通信等红区设备 台船曾公布其评估报告 在潜艇的船体平台方面 柴油主机 铅酸电池 通气管排气阀等需要外国供应 H180等级的潜艇钢材 耐压壳 鱼雷发射管 直流电机 铃铁电池 燃料电池 空调通风等 则有岛内潜在商员可以供应 而轴系螺旋桨一夜 大轴轴风 社交换机 升降维等 在岛内外都有商员可以供应 除了台船高雄的两家民间造船厂 中信造船集团和庆富造船公司 也是国建国造项目的积极参与者 中信造船集团是台湾最大的民间造船厂 自1985年成立以来 先有中信 新高 林胜 新天二 新船 顺荣等 六个厂区船厂 另外还有专门承造游艇的高顶游艇公司 中信造船集团自成立以来 已建造286艘船艇 船型包括巡防救难船 拖船 渔船 交通船 货轮 游艇 快艇等 尤其是建造的大型渔船有12种 总数超过200艘 中信造船集团积极参与国建国造项目 不仅是台湾海巡署舰艇主要的承造企业 也为台湾海军建造过二代舰专用托船 特别是在海巡舰艇方面 迄今已完成了建造25艘 主要包括3000吨级宜兰号和高雄号 2000吨级台南号 1000吨级巡护7号 500吨级台北号 南投号 金门号和连江号 以及多艘130吨级 100吨级 50吨级海巡艇 基于以往的积累经验 中信造船集团可以算是参与台湾国建国造的重要企业 庆富造船公司是由封国造船 庆富造船 发州造船三个部分组成 其中封国造船成立于1965年 当时是台湾首家可建造钢壳船舶的民间船厂 庆富造船成立于1989年 2002年与封国造船合并 2005年并购发州造船 成为今天的庆富造船公司 庆富造船公司已建造过渔船 交通船 工作船 化学船 海军托船和海巡署的海巡艇 总数超过500艘 目前正承造海巡署的27艘 100吨级海巡艇和海军的6艘猎雷舰 值得一提的是 庆富造船公司与美国合作研发的潜艇平台操作系统 仿真模拟器 模拟器分为舵翼操控系统 潜航操控系统 电力推进系统三部分 共集成了潜艇内部高达90项的次系统 各系统的功能都建构在其操控台内 其中的舵翼控制台 用于控制潜艇的浮沉 是潜艇上浮和下潜的控制中心 潜航控制台则是控制潜艇潜航时 全舰前后左右的平衡 借由主水柜 调整水柜的进水排水 以达到平衡 或是配合推进力和前后翼的翼效 让潜艇下潜 推进操控台 是用于控制潜艇动力系统 潜艇动力推进的相关数据 都会在推进操控台的面板上显示 从这套潜艇载台操控系统仿真模拟器来看 庆富造船公司 已经为潜舰国造的项目 做好了准备工作 除此之外 位于高雄平东地区的协聚德公司 明荣原实业公司 和鸿生螺旋桨公司 也被台湾当局纳入了潜舰国造的范畴 协聚德公司 主要从事液压机械和液压系统的设计建造 自动控制系统的设计安装 液压四伏法等业务 该公司由海军传播应用的业务石器 如磐石油弹补给舰 与盒子号通用登陆艇的轮控系统 就是由其供应 荣明园实业公司 是一家建造大型压力容器的专业建造厂 具有获得国际认证的特殊钢材焊接建造 精密加工 耐压壳建造的专业能力 国建国造所需的大型耐压部件 只要有具体的规格 擅长客制化建造的荣明园实业 就自认有能力承接这项工作 鸿生螺旋桨公司 是传播推进系统的专业建造商 该公司产制的螺旋桨 营销全世界27个国家 台湾海军和海巡署舰艇 现有许多都是采用其建造的螺旋桨 或桨业组件 包括锦江级巡逻舰 以及光华6号导弹快艇 目前台湾国防自主的大环境 为岛内厂商带来了许多商机 需要船舰种类相当的多 有大有小 有些为了海巡目的 有些则是为了国防目的 这波国建国造案 带动将近新台币405亿元的产值 后续也将会有更多的建案 带给岛内造船产业更多的商机 同时也是巨大的挑战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请持续关注我们 既可以收看最新的视频 又可以浏览往期的精彩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